哈喽哈喽大家好我是给大家欢迎我的频道 今天呢是一期秋冬爱用品分享 最近双11也快来了嘛 大家也可以趁这个折扣计 逗逗手 首先先跟大家分享一双鞋 就是这双来自脚下的马丁靴 能让我这个脚短粗秒变大长腿 它整个鞋面的一个材质用的是防水的科技面料 它虽然是一个马丁靴的一个造型 但是它其实自重非常非常轻 长时间抱走也完全不磨脚的这么一双鞋 而且它鞋头呢是那种圆圆的嘛 是一个中筒 小腿度以下这么一个高度 又带有一定厚底 非常非常咸腿长 咸腿瘦 实打实的增高5.5公分 非常小清新的灰绿色 但是呢又不是那种非常亮的一个颜色 百搭的一个颜色 在沉闷的那种黑色系的靴子当中 算是比较脱颖而出的这么一双 它无论是在下雨天啊 或者是下雪天啊 它都是可以穿得到的 大家喜欢马丁靴 想要找一双比较轻便一点的马丁靴的话 我就很推荐大家去穿它 下面跟大家分享的是一条 来自娇夏他们家的围巾 它的实用性很强 比较宽大的一个款 它不仅可以作为一个披肩去使用 可以把它叠起来 当作一个比较厚板的一个围巾 围在脖子上面 两侧配有两个比较大的口袋 你是可以完全把你的手 这样放进去的 很暖和 它这个口袋里面呢 也是带有那种短容的 天气比较冷的时候 你就只需要带这么一条围巾 不需要带手套 这个材质用的是那种科技的羊毛 完全不掉毛的 又是那种非常柔软 清肤感很强 所以我觉得围在脖子上 也完全不扎人 再加上它这个颜色 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个米色 温柔 然后又很衬肤色 很显白的一个颜色 也非常非常好搭 下面一个呢 是来自 Acne Studio 他们家的一条 蓝色系的拼色围巾 它是各种同色系色块的一种拼接 配上黄调 还有一些些的白调的 一个小拼块 非常小清新的一个蓝色 含有33%的一个羊驼毛 25%的一个羊毛 20%的一个马海毛 它围在脖子上呢 它是属于那种存在感会比较高的 比较宽大一点的围巾 毛毛呢也是属于那种非常蓬的 如果穿一些黑色的衣服 可能会有点掉毛粘毛 有点扎人 但是完全就是它真的太好看了 特别是搭配那种奶油色系的 都非常非常好看 围在脖子上的话 也是保暖性很好 它这个蓝色调呢 很衬肤色 也完全不显黑的一个颜色 可以给整个简单的穿搭 增加一些些的层次感 一些些的亮点 而且我也很喜欢 它这个边边的油酥 就很好看 是属于那种 我衣橱里面 比较特别的一个存在 来自Sweet Chilling 学院风 毛衣 那种夹两件的一个设计 在领子这块呢 可拆卸的一个衬衫领 下摆这个地方 我是直接把它拆掉了 厚实的那种粗针织 衣服的左侧处 拼了一个白色的刺绣logo 风格就是那种 非常元气少女的感觉 虽然它带了一个衬衫领啊 但它也是做的那种V字领 还是微微的可以露出 一点点小小锁骨的 衣身的长度呢 也是比较偏短一点的 在肚脐上面 袖子呢 也是比较偏长一点的 下面搭配一些 像是高腰的白折裙啊 或者是高腰的 复古款的牛仔裤啊 可以显得你腿很长 黑色的一个针织 配上白色的一个衬衫领 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看的搭配 用很少女的这么一件衣服 它有两个颜色 一个灰色 一个黑色 比较显瘦一点 所以我选了黑色 灰色的话 我觉得可能会比较挑胳膊一点 然后下面一件呢 是来自ZARA他们家 这集卖的特别货的一个 针织毛衣 这个针织毛现在也是属于那种 比较粗 比较有厚度 纹力感会比较强 10%的一个羊毛 毛绒感比较强 然后也是有点蓬蓬的那种 像肩部的话 它没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肩线 有一个扩形的一个感觉 衣身处呢 做了一个微微的一个小小的收腰 袖子的尾部 也做了那种贴身的一个紧身袖 很大气的这种版型 把第一个最上面的这个扣子打开 然后露出一点点锁骨出来 肌肤露的比较多 这样显得脖子长一点 最下面解开两个扣子 有一点微微的往外扩 而且也可以在里面搭配那种 领子比较偏大一点的白衬衫 下面配一个裙子 配一个高筒靴 就很好看 搭配那种学院风的穿搭出来 单穿或者是当做外套穿 都很好看的一件 比较柔软的 它在这种灰色的毛线里面 还穿插了一些 偏白一点那种长条的毛毛 穿上去的话 它可能会掉那种白色的毛出来 这也是它的一个比较大的缺点了 这件来自Dunst 他们家的灰色羊毛大衣 摸在手里就是那种毛绒感很强 质感非常好 硬挺厚实的那种材质 还有87%的一个羊毛 而且它也不太掉毛 我最喜欢这件大衣的一个点 就是它版型超级好 特别是它肩部这个比较硬挺 带有一定厚度的一个垫肩 就算是它今天穿上它 也可以变成一个比较有直角肩的感觉 也会显得头比较小 这件大衣的长度是略长一点的 我选的是XS 就是最小嘛 遮住我小腿肚的一个样子 可能对于小个子来说的话 它这个长度可能有点太长了 我觉得还是比较适合高位去穿 偏直筒的那种版型 是非常大气很酷拽 感觉的那么一件大衣 如果个子不是那么高的话 可以在里面搭一个那种 稍微高一点的那种靴子 灰色调里面偏了一点点的白 非常低调又很有质感的 这么一个颜色 在里面搭配那种黑色内搭 就很好看 双排扣的一个对称设计 它领子这边也是那种 比较硬挺厚度感的 然后能让整个人气场 非常强大的这么一件 下面一件大衣呢 是来自Acne Studio 他们家非常经典的 斜边的羊毛大衣 去年出的比较经典的颜色 就是妥色 温柔又很耐看的 这么一个颜色 各种颜色的毛衣啊 或者打底衫啊 这个颜色都是可以 很好的搭配上 它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看的领子 把它扣起来的话 它就是一个非常有立体感 很有厚实度的一个立领 穿上它的话 就可以把你的下额线 都给它包住 只露出五官的部分 也可以把这个领子放下来 变成非常大的一个翻领 设计感很显贵 很有气质的一件大衣 状款率比较少的这么一件大衣 我这个尺码是34码 稍稍会有点偏大 买个偏小一码会比较好 因为它本身设计就是那种 比较oversize宽大一点的 肩线的话也是做的比较偏下一点的 这个袖子这块垂下来的 虽然它那个材质是比较厚实 那个长度我觉得控制也刚刚好 正好是到我膝盖那块 会露出我整个小腿 没有那么压身高的这么一件大衣 今年特别特别爱的一件 下面呢跟大家分享两款墨镜 小香纯黑色的一个墨镜 这种有点猫眼感觉的一个版型 它是那种圆圆的 两边的顶部是有点偏尖 戴上去呢就是有点像是那种 性感小野猫的感觉 太拽了 特别特别适合搭配大衣 它这两脚一个尖尖的一个弧度 是可以有一个那种往上提升的 这么一个效果 适合在这个秋冬 用下来频率特别特别高的那么一款 它顶部的这个字母 也很有特点 特别的这么一副墨镜 大家看我的脸型 我是那种很标准的一个方圆脸 就像这副墨镜 它就可以让我的脸型变得 没有那么的有顿感 就是会显得眼型比较顺畅圆滑一点 我需要吐槽它的一个点 就是它的质量有点差 它本来这块是纯黑色的 但现在它已经开始有点掉漆了 还有一个呢是来自 娇夏他们家的折叠墨镜 它的这个颜色就很特别了 是一个茶色 那个镜片是有点透的 所以你戴上去的时候 它是可以微微的透出 眼睛的一个样子的 就还蛮有那种氛围感 有点点小性感的一个感觉 很特别的一个颜色 完全不挑皮肤 我觉得黄皮也是可以驾驭的很好 也很适合在秋冬 搭配一些就是厚一点的西装外套啊 比较深色系的啊 都很好看 它的防晒值好像是UV400 比较强的一个防晒值 日常出门背的包比较偏小一点的 你就可以把它叠起来 大概只需要这么大的一个空间 就可以装下去了 戴这副墨镜也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当然如果大家觉得这个茶色有点太挑人的话 或者是太好搭配的话 去买那个黑色镜框 搭配的好看的话 它这副墨镜也是可以给整身 穿搭增加一些那种潮流感的一件单品 圆圆偏方的 像是方圆脸的话 也不用担心 也是很遮脸的 很显瘦的这么一个镜框 真的很好看 一定要去买它 很便宜才50多块钱 50块钱买不了吃亏 买不了上当 好了好了 那咱们本期的秋冬爱用品分享 就分享到这里 希望你还会喜欢这期视频 如果你还喜欢这期视频 就请关注我 并且给我点大家评论吧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